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于7月26日在巴黎举办 主办方力求举办一届历史上最环保的奥运会 采取了许多创新措施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决定之一是选手村将布安装空调 只提供风扇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代表队已表示 他们将自行携带空调设备 由于全球暖化 2024年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报导 巴黎奥委会计划使用地下冷却管道系统为选手村降温 预计可将室内温度保持在设施23度至26度之间 此外,每个房间内都将配备电风扇 以进一步改善选手的居住环境 巴黎8月1日的平均高温约为26度 官员们保证 选手村房间内的温度将至少比室外低6度 其他环保措施包括 选手村的床有纸板制成 床垫则采用回收渔网制作 奥运会结束后 选手村将被改造成可容纳约6000人的公寓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美国奥委会与帕奥委员会CEO沙拉 海雪兰塞罗赛斯文G6月21日表示 美国代表对认同主办方的环保努力 但为了确保运动员的表现稳定 他们决定自备空调 他强调与运动员交流后 我们了解到这是关乎表现能力的重要因素 《华盛顿邮报》调查了20个规模最大的参赛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 德国、澳洲、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希腊和丹麦战内的8个国家表示将自备空调 德国指出 仅有少数体育项目的选手会使用空调设备 日本早在去年12月就宣布了自备空调的计划 但为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最新选问 如果日本也加入这一行列 那么除主办国法国外 所有继7国家都将自备空调 中国代表团作为奥运最大的参赛队伍 上位回应记者的提问 目前其计划仍不明确 巴黎市长安尼伊达哥·安哈达奥哥表示 我希望巴黎奥运能够在环保方面树立典范 这次奥运会的环保措施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展示了奥运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然而 如何在环保目标与运动员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仍是一大挑战 运动员的表现与其居住环境密切相关 事宜的温度对他们的训练和比赛状态至关重要 对于来自气候较凉爽地区的运动员来说 高温可能对其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各国代表队选择自备空调设备 确保运动员能在最佳状态下参赛 大家对奥运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